比如說美金在漲然後台幣在扁 然後日幣的話已經扁到不行了 不過最近好像有回來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查什麼關鍵字台銀匯率對不對 台銀匯率裡面的話這邊第一個就是你把它點擊進來 這個地方就會出現台銀匯率 那問題是台銀匯率 假如說我今天我要做一個APP 這個APP的話就是隨時可以查什麼 查網路上這個頁面裡面的匯率 那當然你可以做一個list view 或者是做一個什麼 這個是spinner好了 那這個spinner下拉之後的話 可以讓使用者選什麼 選底下這些匯別 選完之後的話呢 跳出一個東西 或者是說在底下 Test View也可以啦 那我直接想到說 那我選了之後的話 我如果跳出一個東西 把這旁邊這個現金的話 買入賣出 現金 極其的買入賣出 我可以把它跳出來 也許放在哪裡呢 放在Toster Toster好像太小了 放在Alern Dialog好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這邊的話 程式 界面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也許有一個spinner 加Alern Dialog 加一個按鈕 按下去就可以 好 那會需要 學會的就是說 如何 從 網頁裡面 只要是網頁喔 而且最好是 不太會變動的 像台銀這種機構有沒有 他的網頁 要改版 可能性非常的低 你不要找一個 那種小公司有沒有 常常網頁一直在改版 一直改版的話 你要抓資料 就會有問題嘛 初一、十五不一樣 對不對 常常在改 因為他就是 像有些什麼 證交所、證旗會的資料 他有時候就是 故意改版 是因為他不想要讓你隨時去抓到資料 為什麼?因為你隨時抓到資料的話 那有的App 或者有的 有的VBA的程式 就會是 靠那個資料 靠那個 網頁裡面的東西 那如果你一直固定 他有時候就不想讓你去 固定點 那就會有一些問題 像這個網頁就比較不會問題 那我們怎麼做 第一個 就知道這個嘛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 我來demo給各位看一下 不過呢 你要抓到這裡面的資料的話 請各位 等下先觀察一下 不知道各位對HTML熟不熟 就是這裡面 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檢視原始碼 對不對 這個就是裡面的原始碼 那實際上 我們抓回來的東西 如果給他一個網址 他會把整個HTML 通通接回來 可是問題我們不是要整個 我們需要某部分的資料 那這個時候的話你就要用什麼 用那個Java裡面的語法 Java裡面有那個 專門去搜尋 的那個 函數 叫做 index of 去查 查什麼呢 某個標籤 找到以後 後面的資料我要 這其實 跟各位預告一下 難度很高 Java裡面的 如何在那個 網頁裡面切字串 不過沒關係 你們至少先知道 怎麼去切 也可以做得出來 看到效果 後面 其實是還蠻花時間的 這個恐怕 如果你要徹底了解 你就是要去了解那個 Java裡面的 就是字串函數 那個章節啦 一般也許在 每一本Java的書一定都會講到 有關字串 字串類別 字串類別裡面的那個 有很多函數啦 如何比如說 如何去找 找某個關鍵字 像index of函數 或者如何去切字串 比如說split 然後怎麼怎麼切 對不對 那我如果切到我要的東西 再把它抓回來 放在某個變數裡面 再丟給Alearn Dialog 就秀 那就可以秀到我要的東西 這第一個 應該懂我在講什麼吧 這個網頁裡面 當然除了說可以這樣 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之外 不知道各位應該用 Chrome應該都知道吧 選到它之後有沒有 一樣可以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做檢查元素 因為有的時候 這麼多怎麼知道哪個部分是 我要的 你可以按右鍵 選取之後 檢查元素 這邊會跳出什麼 跳出底下有一個 有沒有另外一個視窗 然後呢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 上面這一段 上面這一段 它的 程式怎麼寫 這邊有個TBody 這個TBody應該指的就是 這個 表格 的它的那個 整個 然後呢 裡面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TR TR就是這一列 這一列裡面的話有個 畢別 有沒有畢別就這個 然後裡面其實有個TH TH實際上就是欄位的那個 HEAD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第二個TR 第二個TR裡面的話 就是一個什麼 買入賣 這些相關標題 再一個TR 然後就是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其實有些關鍵字 這些關鍵字 比如說這個第一個 就往下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往下 第一個就是 美金嘛 所以這邊有個什麼呢 有一個TITLE TITLELAT 對不對 就是指的是這個 然後裡面的話就會有一些什麼呢 相關的它的詞 那將來 其實呢 最難的地方就是這樣 就是 抓了網頁下來 然後分析裡面的關鍵字 我就把那關鍵字找到之後的後面的值 就是我要 放到 我們App 裡面的東西 這個其實有點難度 那 所以 可能第一個 我們要知道如何 利用App去抓 某個網頁 裡面的HTML 但是抓回來之後呢 第二個 要去切割你要的資料 切割完之後的話呢 再把資料秀出來 好 那所以 我先秀一個 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希望 把這個網頁 裡面的資料 通通秀出來的話 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台幣 換 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這個下拉清單應該各位不陌生吧 反正就是一個 Spinner 裡面的話就是放所有匹別 所有匹別怎麼下來 反正 就不外物就把它摳下來 然後取它哪個匹別 放進來 其實這邊當然方法很多 還有印象 用那個Sring Array Sring Array不是下拉就選了 如果今天呢 我選一個什麼 選一個 假設這邊有這麼多匹別 假設美金好了 美金現在是多少 30 買入的話 賣出 那當然如果你開個 外匯戶頭的話 會好一點 極齊的 不過 這怎麼算還是 這個有點 你買外匯 其實最賺的還是銀行 為什麼 因為它有個匯差 你怎麼賺都 賺不贏它 像我前一陣子 買了蠻多的日幣 我想說日幣會 會不會 會不會 升 已經 夠低了 不過還好 我沒有買在很高的時候 就還是很低 其實都很低 它也上不來 所以我最近很想說 希望它如果上來了 算了 趕快賣掉了 不然的話 我存定存可能還比較好賺 因為我想說會不會再上去一點點 後來國 沒有 因為 對啦 可能要 就跟它耗嘛 可以拿去買黃金嗎 黃金雞搭的 對黃金其實應該可以了 可是 這種東西都有風險 因為已經夠低了嘛 你想說應該是到低點了 可是誰知道低點在哪裡 對不對 最近也有什麼房地產不景氣 很多那個房租業說已經夠低的 趕快逢低 跟你買了之後可能就還沒有 還在 另外有人說什麼 像那個誰 張金樂嘛 那個 之前的台北市 他說 應該還會再 再跌個幾年 忘記 他說兩年三年還是幾 他說什麼 他說總統選完就掉七 對好像他說七年這個 我要印象 有七年這個數字 七年 開玩笑 房地產如果跌七年 大概應該會跌到 應該 不太可能像SARS那麼低啦 不過應該 就會低很多了 所以 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主要就是說 外匯 當然你將來也可以做 其他的金融的 相關的產品的一個App 那資料來源通通可以從網路上面 所以如果將來 你可以找到一個網頁 這個網站 上面的資料更新的 就是頻率不高 就像台銀這樣子 那你可以把它抓下來 那抓到之後的話 我比如說選了一個什麼 選了一個美金 按個 匯率這個按鈕 他會跳出什麼 跳出網頁上面的這相關訊息 包含什麼呢 包含就是 買入 31.23 31. 有沒有 這個 31.53 有沒有 全部都一模一樣 所以 其實我這些資料呢 通通都是來自於哪裡呢 這個匯率一定會變動的 所以 我不是做假的啦 不是我剛剛打上去 給你們 騙你們一下 你看我連上網路喔 不是 這個資料來自 就是 從網路而來的 所以 你會發現 這個界面不難啦 這個界面前面都做過啦 比如說包含 SB呢 有沒有 包含按鈕啦 包含 像 Allen Dialog 這個應該有印象吧 Allen Dialog 不是宣 如果忘記沒關係 你就把前面的那個 雲端白板裡面的東西 摳過來 改一改就好了 一定上面有個 一個 一個Title嘛 一個Message嘛 對不對 然後一個 裡面的一個按鈕 那就是這些結構 那 最難的就是 連接 網路這一段 這是第一個 所以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 如何連網路 第二個 如何切字串 把要的東西切出來 然後 第三個就是Allen Dialog 再把它秀出來 大概就是這樣子 非常簡單 我是說 功能 功能很簡單 不是說 但是 所以剛剛同學討論就是 有些程式就不求聖節 你最重要就是 不要坐在那腳尖 要的時候把那一段拿來改一改 先這樣子 當然我不是說只是這樣子 第二階段就是 你要慢慢會有體悟 有體悟之後的話 你就會進入到 第二階段 所以 人家不是說 第一階段一定是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對不對 看到什麼就是什麼 對不對 第二階段呢 就不一樣了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第三個階段呢 還是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但是雖然兩個 好像第一階段跟第三階段一樣嘛 但實際上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們也許在同一個 我們看到東西是一樣 但是 我的體悟跟你們體悟又不一樣 今天中間有個過程 所以 這個東西的話 等一下會跟各位解說 最重要的 如何連網路 如何切字串 那這一招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只要是網 我發現像什麼 中央氣象局裡面很多 比如說什麼 那個 天氣好了 可是發現我找天氣 其實都做得不是很好 我都很想說把它改一下 直接去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的那個網站的資料應該 都不會 差太多嘛 像我有時候會去海邊游泳 我想要去知道潮汐 可是我找潮汐的App好像沒有 沒有 比較好的 所以我也想說 中央氣象局上面也有 潮汐嘛 比如說那個幾點幾分滿潮 幾點幾分 退潮 或者是什麼 那這個其實也可以從中央氣象局裡面 去抓資料 就一個App出來了 只要中央氣象局裡面的資料 它的網站不要倒就好了 不要或者是不要 大幅度的變動 位置 那通通都沒有問題 即便是它變動了 不用沒有關係 你去check 如果說有人回報說 資料抓不到 那你再怎樣 再修改一下不就好了 甚至是什麼呢 高速公路 高工局 不是會有一些什麼 路況 邊塞車 什麼什麼 它一定會有對應的網站 那你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只是show的方式 你自己去show 也許顏色它是用圖來顯示 可是你可以 按照自己的習慣 甚至 我常常想說 因為我 每天出發的路段 到的路段 其實都不一樣 那是不是說應該有個自動提爆功能就好了 不用說每次還要去開啟那個 高速公路的路況 我直接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觸發的點是有一個schedule 比如說我可能等一下下課之後我可能就回家 那回家我會上高速公路 我經過哪個路段 他也許就是在我下課之前主動的提 提示一個訊息 包含就是說 可能Alone 一個 Notification 就是一個 跳一個訊息 或者說 傳一個mail 傳一個簡訊 那會更 更加人性化 不過這些東西 其實 都需要 花時間 所以剛剛講的一個 只要一個功能 就是 很需要花時間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請各位 等一下稍微先了解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台銀匯率裡面的 這個網站的結構 裡面當然這個網址你再找一下 第二個的話 稍微開啟 專案 那等一下的話 我這個專案名稱也許叫什麼Online money等等的 然後 我們做出來類似就像這樣子 那怎麼做 等下慢慢再跟各位說明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SF2 Dean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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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